大家好,我是黃大仙天主教小學周德輝校長 今天帶大家來到西環 人際醫院方剛輝幼稚園認識一位校長 吳南向校長 周校長你好 吳校長對課程非常有研究 推銷各項的課程有很豐富的經驗 請吳校長和我們分享一下 謝謝周校長給我一個機會 老科專家很早已經提出 如果小朋友的感官學習經驗豐富 他們所用到的神經與網絡的連接就會更加強 所以為小朋友提供感官探索 富趣味性的學習經驗 亦都是我們的課程的重點和策略 吳校長,不如你和我們分享一下 有什麼方法和策略 可以幫助我們的小朋友去學習 周校長,我也知道你是一位爸爸 小朋友出生的時候 有沒有發覺你喜歡玩 對附近四周環境都感覺到好奇 Software 很愛身處探索呢? 沒錯,小朋友一出生減少時 很喜歡到處看 在大學的時候 很愛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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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中掙比較第一個 某掌隊繼續分析一下 其實如果學習環境和活動 能夠以趣味性和挑戰性的遊戲 去引小朋友學習 就能夠刺激到小朋友的好奇心和注意力 小朋友有了好奇心和注意力 才會繼續觀察、從中學習 亦都可以保持較長時間的集中力 不容易分心 而一些具挑戰性的活動 可以讓小朋友在通過努力之後才獲得成果 小朋友才能從解難的過程中有更深刻的印象 更加鞏固他們所學 例如我們今次幻想國 就以幻想樂園來做主題 老師設計了四個不同元素的遊戲區 包括觀察區、建構區、創意區和解難區 讓小朋友有機會主動進行探究和發言 小朋友在無區無束遊戲的時間 亦都可以讓老師從觀察中 了解小朋友的認知、社會性和自主性的發展 小朋友的生活就是遊戲 透過遊戲他們亦都可以學習好生活 所以我們很相信遊戲是幫助小朋友學習的最好理解 吳校長,我非常同意剛才所說的遊戲中學習 當中我想跟我們所說的愉快學習 大家的精神是一致的 但今天我經常都見到我們的老師面對 可能同一班裏面有學生有不同的能力 你有甚麼建議給我們老師呢? 自我中心是學前小朋友的特點來的 所以老師必須要知道小朋友的能力、年紀的需要、背景 甚至他們的生活經驗來設計課程和活動 老師亦都要關顧班裏面的小朋友 有甚麼個別差異 而是將課程做一些調整 亦都能夠配合到小朋友的需要 那這個課程才有效能和活動 例如進行專題研習活動的時候 事前老師需要和小朋友進行討論、計劃 了解他們的需要和興趣 讓小朋友選取他們最感興趣的事情進行研習 而整個過程中 我們都會讓小朋友做主導 引發他們學習的動機和興趣 孟詹,我就貪心一點點 有些家長除了想知道一些愉快學習之外 還想去提升小朋友的語文 或者一些閱讀量力 你有沒有甚麼建議給他們呢 學前階段 如果小朋友的語文 主要是發展他們是聽、講、讀寫的四方面 家長記住不要太深入 必須先聽、講、最後讀寫 按部就班幫小朋友發展他們的語文 學校老師除了會設計一些語文活動 去幫小朋友學習語文之外 培養小朋友的閱讀習慣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每年學校都會舉行 親子圖書閱讀計劃 推廣親子閱讀的好處 亦都會以閱讀龍古榜獎勵親子 借閱圖書的 一方面我們每年都會舉辦 師生陪伴創作活動 我手上這裡就是一些 由老師和同學合作的作品 正正屬於他們自己的一本作品故事 師傅,剛才提及繪本的方法 我想對一些學校的老師來說已經長了 不過當中,去到家裡的時候 家長有什麼方法和策略 去讓他們提升小朋友的閱讀 單是在學校推動小朋友的興趣不足 家長對閱讀的態度 他們的重視程度 是直接影響到小朋友對閱讀的現場 研究就不如新教 不如我在這裡分享一下 我們去年就能做一個 鼓勵家長在家裡 設置一個閱讀區的活動 給家長一起分享一下 活動是鼓勵家長 在家裡安排一個屬於親子的閱讀空間 空間的大小都不重要 重要是讓小朋友感受到 和知道家長對閱讀的重視 而家長也會明白 陪伴小朋友閱讀的重要 毛校長,剛才我進來學校 我看到學校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我看到那些小朋友很喜歡笑的 究竟有什麼方法 令到老師和學生之間的關係這麼好呢? 除了父母之外 老師就是小朋友接觸最多的人 所以老師如果只是有設計活動和帶領活動的技巧 都是不足夠的 和諧共融的學校氣氛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老師除了要愛護小朋友 做好教育工作之外 平時都需要以身作則 接納和包容能力不同的小朋友 那小朋友才會在和諧共融的氣氛之下 表現獨立自信 那小朋友之間才會被此接納和互相尊重 我非常之同意你剛才提及過自信心這個問題 自信心是小朋友在成長裏面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當中你有沒有其他方法讓我們在家長的層面裏面 即是在家長的層面裏面 可以讓他們去培訓小朋友在這方面的成長呢? 據我過往的經驗 我發覺有些家長對自己的小朋友能力 就缺乏信心的 那或者就過分保護 那如果要培養小朋友獨立自信 那首先家長必須要了解你自己的小朋友的個性 也都要信任他們的能力 不需要將自己的小朋友和其他小朋友比較的 那也都要相信每個小朋友都有獨特的潛能 那如果家長平日在夜晚沒有什麼時間和你的子女玩 那你都可以請他們幫忙做一些簡單的家務 那在做家務的時間 那除了可以增加親子溝通機會之外 也都是一個好好訓練小朋友聽和講能力的時間來的 那例如在開飯的時候 家長可以按你小朋友的能力 發出一些工作指示 那例如說 吳文文,麻煩你幫媽媽拿匙巾放在桌上 那當小朋友掌握了之後 家長可以逐步將指令的元素加多 那例如可以說 吳文文,麻煩你幫我把三隻匙巾放在桌上 然後你是幫媽媽拿一隻碟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家長也可以利用一些提問 引小朋友去表達他剛剛做過的事情或者是感受的 那這些親子活動 除了可以給小朋友 學習分擔賺任之外 亦都是一個展現他們能力的機會 那當他們完成了工作 獲得家長讚賞之後 亦都是可以幫他們揭答他們的前信心 那家長不妨在家裡可以試一試的 相信家校合作是令到我們小朋友成長重要的一畫 如果能夠在家裡和學校大家一致去做 我相信任何事情都能夠事半功倍 多謝